好的 欢迎继续回到Punk的日本天梯之旅 这边是碰到Moke了 Moke现在的春丽成绩可以说是好的不行 真是在各种大赛上面表现都极其的优异 他的春丽可以说是独一档 尤其是在对阵祥的那一场比赛当中 我都很难想象祥居然一个祥子都打不出就被他打死了 好了 那看一下今天的这场对峙 这个春丽打加米的话其实还是有比较烦的地方的 首先波盾不是很好用 然后面对空剑的话自己没有很多防守的招 那看一下他打Punk的话肯定会相对比较吃力 怎么看都会是一个偏烈士的对决 我这边SA防住了 这里手上因为没有斗吃的话只能是先打一波伤害 然后做一个安全跳 完了以后再霸山 霸山以后第一时间抢 抢中了 然后中了百猎 利用对手没有斗吃的时间可以打加征 然后在OD的山龙对空 一系列的操作下来Punk表示不太能动 最后的斗气终于回上来了 那现在春丽这边直接奥了没了 那一波反攻是打得不错 但是到了Punk一有斗气的那个timing 自己又没斗气了 就很难再攻的下去了 这个点上也是刚好Punk到达两千三的点 终于是体验过一次两千三 绿冲下中了直接做一个行云流水 看一下你的动作 多观察 想要OD的魔奖过波完了 这里升龙升空 应该是想做一个逆向神 中了先磨斗气 OK这边斗气过半 但这个其实压力也不大 一定是两个斗气一下 那个时候压力才大 下中了魔咒 然后绿冲的雪梢 春丽的话其实在进攻当中 也是比较依赖斗气的一个角色 他很需要下中了的一个雪梢 没有这个东西 他其实主动进攻打出来的东西不是很多的 这边是选择苍天浪华 现在春丽也很少用这个CA了 基本上SA2为主 一是压斗气 二来有一个安全跳可以做 打这个的话全的就是一个伤害 而且没压起身 下中了取消上脸头则 再走过去点完两花以后 用生龙等着你过来 就那个点上Punk 哪怕说空中取消一个空间也没有用 那个生龙持续叛电还蛮长的 打击范围还可以 好了那现在到了第三灯 胖哥这边先攻没打穿 能到春丽了 先一个生龙放倒要开始压 近身给压力 下断然后行音流水取消 完了这里空间命中 新攻击又想投先做一下试探 猫可以利用自己比较快的一个移动速度 快速拉开距离 撤离这个角色你想点头的话确实有点难 他应该是走路速度全游戏当中属于属二 下中了命中以后直接给上C 这波mokey打下去的话 手上斗气要彻底被打空 起身就看一下他怎么来扛这一波了 手上是有两个气在的 会在哪个点上去插自己的SA 这波打回来没插 然后就那个前天换出去了 胖哥在这边 哎他又把他丢回来了 你是嫌自己命长是吧 哎再一个前跳又出去了 胖哥你在干嘛 抓不住是吧 哦哦哦 你的轻攻击打这个重脚的手招 这未曾设想过的方式 在这里不得不吐槽一下 春丽的这个战清拳是真的远 这被SA打完还有一口气 点完三下下中了取消过来以后 没有去做换边 因为考虑到自己的血量的话 对手一个后跳的清拳就死了 所以天鹰洛是不能乱用的 完了胖哥 你为什么要在那边不停的点轻攻击 你想干嘛 其实是属于在玩了 那在这里轻攻击一点多 猫可以看 有知会下中了 直接一套骑手带走 刚好自然也说 胖哥本来想用轻攻击去 求一个枪杀的 没有求到 哦这里 对脚刹车 完了以后再取消一个空间 可以的 直接把对手的招骗出来 然后在空间去打插合 跳中拳吃生龙出来 然后一个中断 这一波 选择od的螺旋小鸟梯 把对手往板边去做一个搬运 下中掉 直接打收招 再来一个 换边 哎 生龙先让你付出一点代价 但这一波对手没有押中的话 胖哥可以直接反攻了 卖一点血 还是血赚了 现在就已经不封板边了 是吧 让你跳 没关系 往前走 然后中拳刚升出来 被生龙直接凹掉 这波 Mokei还要攻 胖哥再生回来两个人 生龙很多 下中掉抽中 没有 这一个下中掉 纯摸奖 但摸的位置刚刚好 利用好 Mokei的一个移动速度 提前留了一点余量子 没有是在摸得到的那个位置 而是稍微插了那么一点点 让你可以去撞 上来 上到T以后 直接选择带上一个SAR SAR完了以后 还是踩头 我这边只做一个安全跳 没有去踩 发波命中 轻功之 点掉一个前中角 然后换边 Punk手上是马上有CAA的 这个板边很有可能 直接成为绝唱 出不来就没了 轻功之又点中 斩杀线已经进了 再投到一个雀反抗 下一波就是绝胜的一击了 绝胜 有点快 因为直接选择带SAR 干嘛 你一定要折一下对手的腰是吧 又要展示一下自己对于伤害精准的计算 不用带三次 我们两次就够了 主打一个计算的精准 下中掉上来就探中 Punk要去板边坐一会 请你进去喝口茶 中角命中以后摆裂 这里 稍微慢了一点 Moke已经在抖了 我看到他要出那个下下的升龙 但是空间来的有点快 他已经提前把位置留出来等空间了 中断命中 然后再一手取消 春莉有中断可以再取消必杀这件事情也是不错的 清空之点中 好了 结束了 清空之一叉叉到康的话 就没有身团的空间了 马上一个下中角或者别的什么都可以取消 然后战中权也可以 对吧 春莉就这个清权 之前我就在解说的时候聊过 他不是战清权有多厉害 而是战清权配上他这个中角和中权的时候 然后再加上他这个移速 才导致了这个战清权特别厉害 完成力的 没有一个不在那边插别人鼻孔的 所以他选择带一个SA 这SA很聪明 我跟你说 Punk这边就很难受 你知道吗 他这样是两个斗气以下 如果真要凹的话 那凹出来自己就没有斗气 你不凹 那你就在板边有可能斗气会被打空 对吧 他把对手斗气压到两格以下 这件事情 让Punk 诶诶诶诶诶诶 别招掉了 所以刚才那个情况下 选择SA是超理智的一个选择 往后退 夏宗鸟推一个波 现在Punk这边在等机会 但是打力回 打拳脚的话 Mokei没有输过谁 他真的很会 然后再一手生龙 下段点完以后轻弓战 点完三个轻强 还能点到战轻弓自己 能点四下 有点赖 这边Punk也是给出自己最后的C 这一手C打完以后 会有一个斗气上的优势 但Mokei这边有一发入魂的机会 先选择防守 敦住 怎么说 想要看一下对手的空间吗 自己抢 就没有一个春丽不差对面鼻孔的 一定要抢 好了那今天的这场对局也就到这边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老爷们的收看 当你看到这个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正式成为了一名 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 是 现时 参加大 我们就只能试试 我咪哨 数学生